歡迎大家來到《從聽書道項書》 昨天講到《小雪家村上春樹》 身為職業小雪家的智述 繼續分享他在為誰而寫的章節裡面 提及到他當上作家定期出版書之後學到的一個教訓 就是無論寫什麼、怎樣寫 結果都會在某個地方被講壞話 例如寫長一些就會被說 太長、湧長 只要一半左右應該就能寫好了 如果寫短一些就會被說 內容單薄、空洞、顯然力量鬆散 同一本小說 在某處重複講著同樣的東西就會被說 老土無聊或被趕成前面的比較好、新設計空轉 被批評的一方如果根根計較 身體可謂吃不消 因此自然就變成 隨便你們怎麼說 反正都會被痛批 不如自己想寫些什麼就照自己想寫的方式去寫 這樣就算評語不好 就算書賣得不好 都可以想成 算了無關係 至少自己快樂 當然能讓自己快樂 並不保證最後能成為出色的藝術作品 其中必須要有嚴峻的自我相對化作業 獲得最低限度的支持者 都是成為專業人的必要條件 從聽書到看書推介書籍 身為職業小說家 作者村上春樹 翻譯賴明珠 由時報文化出版